SYLEN哥要跟大家分享什麼最新的資訊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SYLEN 那今天我覺得 看到一個新聞,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我發表我自己的看法好了 就是GOGORO的這一個掛牌數 才剛破20萬 然後卻在這個時間要拆除中油 跟他合作的38座換電站 這個其實大家知道現在電動機車的普及率 也是越來越高 那這個GOGORO剛寫下這個連續四個月 單月掛牌破萬 這非常非常的厲害 因為SYLEN之前 我之前也在跟這個 做這個電動機車有關的行業上班 那我那時候有一種感覺就是 每一個摩托車廠這些機車廠都各懷鬼胎 就像政府大力的想要推廣這個電動車 可是各個車廠他們都在觀望啊你知道 那好不容易有一個不怕死的 我為什麼講不怕死呢 大家知道說這個東西電動摩托車在過去 它被接受的這個意願 被消費者接受意願其實是非常低的 大家對於它的電池的可靠度 還有它的續航力 還有它充電的時間 都存在著一個非常大的疑惑困惑 沒有人願意去嘗試 而且加上這個電動機車電池的成本 鋰電池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往往一台都要好幾萬 那好了 Gogoro它當時花了大筆的大把的銀子 去廣設這個交換站 你知道它的這個business model 就經營模式 它是租刃電池 電池是用租刃的不是買斷的 所以讓消費者他可以不用擔心電池的問題 然後呢最重要是充電的問題嘛 它是用交換的 這樣子的模式有一個好處 就是消費者可以最快的速度去 把這個電池不用擔心掉鏈 不用擔心拋錨的這個問題 不用擔心沒電 直接在幾秒鐘內找到充電站 然後換了幾秒鐘就處理好了 就免除掉過去大家對於電動車的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說我願意就是架設這個交換站 肯定那個地方要放很多電池嘛 而且這電池全部的所有權 是來自於Gogoro 就是那個電動車的製造商 你知道它要囤多少的資金壓力嗎 所以以前我們曾經這個 經濟部曾經召集了各個車廠 包含我曾經也參與過這樣子的會議 就跟著各大車廠去遊說 希望大家可以整合一個共用電池 大家不管用交換的或者是 什麼樣子的模式都好 可是各個電 各個車廠 我就不要講那幾家了 那幾家就是大家 現在在路上等紅綠燈的時候 會看到那幾家車廠 沒有一家願意配合 大家都各懷鬼胎了 叫他先去死 結果今天 Gogoro已經把這樣子 電動摩托車的交換站 電池交換的這樣子的一個 business model 已經變成一個 所有大部分現代人都了解 因為我在從事這個電池行業 是2010年 現在已經過去快十年的時間了 大家比較能接受 電池交換的這個概念 然後電動車騎起來的感覺 其實跟那個摩托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這樣子 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 終於連續四個月 這個掛牌數破萬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能可貴 我個人都想替這個 Gogoro這個車廠 去做一個掌聲鼓勵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個公司 願意先花錢投入 就跟特斯拉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看這些車廠 傳統的這些 什麼 什麼GM啊 Chrysler啊 或者是Ford 或者是Toyota 或者是這些 傳統的這些 不管是歐系美系 或日系這些車廠 難道他們沒有能力做電動車嗎 肯定有辦法的嘛 馬達電池 這些都是日本人的專門的 然後機電整合 這個是德國人專門的 車體 然後這個設計 還有銷售量 美國的車廠也不遑多讓 為什麼最終是讓一家 那完全不是傳統車業的 這一個特斯拉給 給沖出一條血路呢 讓電動車得以讓所有的人都了解 這是什麼 我們不能否認 特斯拉在這一方面的貢獻 雖然大家對他的爭議蠻多的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人家願意在別人都還不敢 還在觀望的前期 他就先投入了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所以Gogoro在台灣電動車的這個領域 我非常非常給他的一個讚 給他的一個讚 讚 我覺得台灣的這些傳統既得利益者 你看現在這個什麼雙羊 三羊光羊 YAMAHA是日資的 可是他在台灣賣得太好了 超好 所以他有能力 自己就是 你上網都可以找到一家叫YMTC 我忘記他全部的名字 他在台灣的摩托車都是自主研發的 他有人力自主研發 但是因為機車的這一塊在台灣已經太成熟了 他們已經是既得利益了 你知道嗎 我就繼續賣摩托車就好 我幹嘛要開發電動車 我開發電動車 那我這些經銷商怎麼辦呢 所以動作 這一二十年來都非常非常緩慢 政府不是沒在推廣 可是因為沒辦法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你不願意做 我也沒辦法用政府的力量去推進 可是就在市場端 這個Gogoro已經達到二十萬輛 的這樣子的一個輝煌的成績 之際 光陽居然這個時候搞出一個 他自己的一個交換系統 我無法理解這些 為什麼有這麼自私自利的一些 這些商人 無法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去思考 我覺得像YAMAHA或洪家騰 他就知道自己已經在這一段時間 已經錯過先機了 我已經沒辦法跟Gogoro去比較 或者是我根本就不需要 花時間去研究這個電池 電池給你去處理就好 我就把我的車體跟這個 車體還有這個機電整合的系統做好 我用你的Solution 然後我把我的Branding 跟After Service做好 這不是很好嗎 為什麼你現在又搞了一套 新的系統出來 然後要跟這個Gogoro 去做一個競爭 那大家也知道 其實充電站它是非常佔體積 大家如果有看到就知道 所以現在要找到 在市中心找到有辦法放Gogoro 或者是有辦法放這個 光陽的充電站 同時放 這基本上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它就變成說 我只能二折一 比如說這一次中油的這個標案 Gogoro有38座換電站 拱手讓人 就因為你這光陽 從中間殺出來以後 就用可能比較高的標金吧 你就不爽嘛 我就知道你就不爽 你就 你是本來都是龍頭 你是傳統汽油車的龍頭 結果你讓一個Gogoro 這個外來的後居者 居然在短短幾年內 哇變成一個電動車的龍頭 你不爽嘛 我無法認同這樣子的 這不是一個對 所以要是我 我這輩子不會再買 光陽機車的車子了 光陽機車的車子了 因為你的格局太小 我覺得應該共同 我覺得你可以想辦法 讓這個Gogoro 可以跟你合作 你要賺這個電池的錢 OK啊 你可以跟他合作啊 我們一起來把這個市場做大嘛 然後電動機車最擔心的 就是電池的問題 電池問題 我們一起把它的這個 充電站去擴大嘛 你不能等到人家都已經 把這樣子的business model 或者是大家 這個使用習慣都已經養成了 你才進來要跟人家競爭 然後競爭的方式是 跟他做完全不同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不知道之後 我們消費者到底得到什麼 我必須選邊站 而且我跟大家講 這東西是講究經濟規模 假如路上所有的機車 都是Gogoro的 代表他的充電站肯定也很多 我找充電站容易 當然我就會選擇Gogoro 我相信各位 各位聽眾 如果你現在有看到我這個視頻的 你一定也會覺得 你應該是會選Gogoro吧 如果價格沒差多少的話 幹嘛去選擇一個充電站特別少 然後用這種方式去跟人家競爭的一個 我不知道這個市場已經不大了 然後大家用這種方式競爭 請問對整體市場到底有什麼好處 大家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必須要選邊站 然後讓某一些地方充不到電 比如說現在陽明山就是個問題 陽明山被光陽給搶走了 那我是怎樣 三下都沒地方換電 然後到三 我如果買光陽的車 三下沒地方換電 我必須騎到陽明山上去換 你覺得有人會這麼奇怪嗎 很難吧 那你的點那麼少 好那我選Gogoro 結果Gogoro在陽明山上沒有點了 被你搶下來 我相信Gogoro一定會想盡辦法 在附近再弄充電就是交換站 這個是我無法理解 台灣的廠商為什麼都是這種心態 這難道就是台灣人嗎 為什麼不能以合作代替競爭呢 然後我為什麼沒有講到中華汽車 因為它是用充電的方式 它不是用電池交換 充電的方式又是另外一種架構 那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中華汽車的那個車子 我覺得那個e-moving應該理論上 它不是真的要賣那個摩托車 因為我看過好幾次他們的展覽 他們有一家叫Green Train 就是專門賣這個Solution 機電整合系統到國外去 或者是給車廠 那那些組裝廠就買這些整合系統 然後就把 所以我個人覺得e-moving 它做這件事情只是來測試 有一點點的數量 來測試它的系統的穩定度 所以我不在這裡討論它的原因 是這個 我真的覺得光陽這樣子的手的做法 實在是太小鼻子小眼睛了 這樣子難怪台灣人永遠不會團結 我們的這個品牌或者是我們的技術 永遠沒辦法整合成一個打團體戰的一個團隊 一起去征服全世界 我們的摩托車就是技術這麼好 為什麼 這個講到最後就變成一點點的這個不爽 為什麼因為我之前就跟這些車廠合作過 合作的過程都不是太愉快 他們都是要做不做的 所以今天稍微跟大家 這個就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那這一次Gogoro的Network有幾個點結束 有38個點結束營業 大部分都是北部的換電站 影響最多的就是我剛講這個陽明山中油加油站 未來山上可能就有一些問題 然後桃園有14個換電站被停掉 我覺得這之後車主肯定也會抱怨 但是我相信以他現在的經濟規模 他要再設點不是太大的問題 反而是光陽 我就看你要花多少錢來玩這一塊 看到人家好賺 我說真的這個也沒賺錢 如果有機會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電池的成本架構 目前Gogoro說真的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不是他公司的員工 我也不就算是公司的員工 可能也不了解財務狀況 Gogoro我現在看起來 他應該是還沒有辦法獲利 那你光陽如果你是一家上市公司 如果你的這個獲利 一直被你的電動車或那些電池給拖垮 我再來看看你要用什麼方式 去面對你的股東 反而我覺得洪家騰跟YAMAHA 是非常聰明的做法 他們選擇策略聯盟 然後以合作代替競爭 這是我們台灣人應該要走的一條路 希望大家共勉之 我們希望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期待跟大家下次再見 後面還有 掰掰 最近好好多朋友 就是私訊我 要跟我了解這個減肥的一些觀念 那其實我覺得 減肥這東西它是一個生活態度 生活的形態 假如你的減肥方式 你的減重方式 是靠運動或者是節食 瘦下來的 那你將會因為不運動不節食 那就判回去 所以我跟大家講的觀念 如果有跟我奉過面的人都知道 我跟大家講的觀念 一定都是讓你一輩子 有辦法執行的結果 可能很多人又會想說 三人哥 你每次放的照片都是同一張 會不會是做PS的結果呢 那我現在就秀幾張 我之前在還沒開始執行 90天重啟人生計畫之前的一些照片 你看 看了這麼多照片以後 你應該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了吧 所以如果說你有減肥或減重相關的一些問題 歡迎跟我私訊 我們先從最基本的概念 跟原始的一些問題所著手 那讓大家了解為什麼會肥胖 而不是一直要求大家做一些有的沒的 好 歡迎跟我聯絡 下次見 掰掰